在之前的专节我们也介绍 宇宙万物都是阴阳变化的结果 时间与空间是一对阴阳关系 天与地是一对阴阳关系 而作为人类的我们 身与心同样是一对阴阳关系 在身心这对阴阳关系中 我们的心主动引领身心关系的变化 所以心属阳而身属阴 对于物质层面的血肉身躯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 而对于非物质层面的心灵 就很少人能够了解了 很多人认为心就是我们的头脑意识 其实心远远不只是头脑意识 反而是头脑意识 只是心灵的其中一个表现方式 除了头脑意识之外 心灵还包括了情意识 以及储存了我们生生世世 一切信息的大仓库 佛教称为第八识 那么太深奥的内容 我们暂时略过 在这里我们只讲解 八种勇于理解的八种勇于理解的头脑意识 而这个意识体现出来的东西就叫做情绪 我们中医称之为情字 内经总结了人最常见的七种情字 就是喜怒 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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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 恐 惊 而人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 又是由人的六种欲望所决定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人有七情六欲 那六种欲望呢 就是财 舍 名 食 穗 再加上贪生怕死 对 好像心来 就是贪生怕死的 这个呢就不用多说了 那么财呢 就是情财 舍 即是舍欲 名呢 就是好名望 食 即是追求口腹之欲 那么贪税呢 当然也是一种欲望 那在这六种欲望 满足或不被满足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生起各种各样的情绪 当我们的心经常被各种各样的情绪所左右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也就没办法放松 当人心里面的欲望非常的自盛的时候 人呢就会拼命的向外追求和抓取 当欲望满足不了的时候 就会愤怒和感到委屈 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惶恐 当所求皆得的时候 又会让人呢 变得傲慢和焦躁 甚至盯垮 我们内经指出 精神力守并岸重来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人心不过于的贪求外物 哪里会有疾病长生 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 直指问题的根源 清白年来多少医者 拼命营救内经 却都呢只是在枝墨上打撞 产品大论著作丰富 却完全没有抓住核心和重点 反倒是把医学呢 影像的更狭小和拼命的对峙上面去 那甚至可悲 上面我们介绍了心 以及心里的欲望 造成的各种情绪 那么情绪又是如何影响 和主导我们的身体的呢 大家看到我这一节标题上写的是 物质是意识的藏物 换说我们现在正要讨论的事情就是 人身体的状况 其实是由人的情绪决定的 而情绪说的广泛一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态 即是心的态度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 人有什么样的心态 就会有什么样的身体状况 说到这个观点呢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 并不认同 或者是直接不肯相信 但是没有关系 我会在后面的课 把老祖宗的智慧一一呈现出来 让大家有机会去观察 和对照 自己亲自去感受这个精灵 下一节呢 我们将要介绍 由心灵所驾驭的气与血 也即是这个血肉心躯 他们之间的关系 对照片来救兴 对照片来救兴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